表情認真把25公斤標槍飛彈 一肩扛起 往前衝定點就位 瞄準目標 準備射擊 發現目標 動作俐落 比起男生絲毫不遜色 他是賴詩奇 國軍首位女性標槍飛彈射手 30歲 很年輕 現在是海軍陸戰隊66旅的 標槍飛彈教練 身高160公分 體重54公斤 身材嬌小 當初挑戰標槍飛彈 表現備受之一 也面臨了一樣的眼光 但因為有這樣的不一樣 因為我受訓的時候 也只有一個女性的學生 如今獨到一面 成為軍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賴詩奇證明了 男人可以做的 女人也可以 而其實他畢業於屏東科技大學社工系 當時23歲的他眼看周遭朋友 都有穩定工作 自己確實領持新95元的保全服務員 身為長女 背負經濟壓力 機緣巧合 投身軍旅 我的工作周邊都是 陸軍退伍的 要不然就是空軍退伍的 剛好在這個機緣 他們有跟我說 從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又有穩定的收入 選擇和多數人不同的路 但卻走得相當傑出 他也感謝軍中這個大家庭 在剛入伍 不熟悉環境的時候 很多人不吝嗇幫助 更想藉著自己的故事 告訴年輕一代 不要自我射線 從軍或許能激發 無限前能